我已经来到我这个甘凤区里面 赖最好的地方了 第一季的决赛将在10月30日举行 今天制作人带着三强人马出席线上计程会 今年的三强是全女班 她们分别是统统组的炸肉 长永苏森组的大颖和裴永组的表 我觉得这次惊喜蛮大 因为这是我有史以来啊 在这样多一群男生之间这样 在一群男生之间拍一个影片 我的影片里面很多帅哥 然后很多是单身的 所以单身的姐妹们一定要看我的影片 我觉得我这次影片应该算是三组里面 阵容最大的 冬光最用心 场景最用心的 然后还有就是幕后的制作拍摄 都是怎么说 我觉得他们是最累的 所以三组里面我们都是应该最累的 这支影片其实 服装方面啊 合作的阵容方面啊 都是我非常期待 然后也非常想要跟这些人合作的 不是说好是记者会 周末裴永突然出现在干凤的 我可以讲两句就听两句 剩下你们听不到 不要怪我 我现在就在家居 你们可以看到我在车上 然后我可以在马路旁边 这个都不是set 这个都不是场景 这是真实的 我直接带他去看看 格拉丹的干凤长怎样 OK 这个就是highway 我不要看不到高highway的 highway旁边有什么 有稻米 OK 还有牛 OK 我现在真的是完完全全哦 我已经来到我这个干凤区里面 Line最好的地方了 难得找到4G三条Line 所以等一下如果 3G三条Line不稳定 你们就一次一次配合一下啦 喂 回来重点 干变叶太棒第二季 每一期都会有 神秘幕后推手来作证 陈明月当然也不例外啦 这次请来的神秘幕后推手 就是他 第一次上节目啦 然后 会有一点小紧张 因为 我不是一个很厉害讲话的人 我也很开心可以 收到节目组的邀请 因为我其实是 是几乎都很少会去 会藏尾这样的活动啦 可是为什么这一次会藏尾呢 是因为我觉得 自己要 踏出出四拳嘛 不要常常都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没有假的 我是比他 很大力 因为 因为我当初 第一次看他的作品的时候 我觉得他是一个 就是我可以去想像 如果我要找他合作的话 我会懂我要给他演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 特色的一个 有物这样 下个星期就是成名夜了 到底第二季的业配王 花落谁家呢 10月30日 晚上8点半 干爹业配吧 第二季成名夜 约定你